民国101年7月13号 当年桃园创全国之先 以县世名义首度资办2012国际动漫大展 透过大型复合式展览 展出包含平面的插画、漫画、立体的模型 甚至是真实的机器人 再加上当年每周都有不同的活动 一路从7月持续到8月 要让喜爱动漫的民众都能有满满的收获 除了世界知名的作家 以及我们亚洲知名的漫画家 他们会把作品拿来整理一万 我们台湾、桃园、在地的动漫家也非常多 他们也会展出他们的作品 所以希望大家在这个暑假的时候 不管大朋友、小朋友、老朋友 只要对动漫有兴趣 甚至对音乐、对这些cosplay 这些有兴趣的都可以来这边参观 我们有将近40场的动漫主题工作坊 会由各界的动漫精英来现场教一般民众体验 动画、漫画还有模型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除了动漫工作坊之外 我们还有深度的动漫相关主题的讲座 也是请漫画家、动画师 甚至还有学院里面的老师 来跟大家分析从各个角度来看 不同的动漫美学 当年现场也邀请打扮成初音未来、金英灵等角色的coser 盯着高温在现场与同伴一同跳舞表演 透过装扮成动漫里的角色 表达自己对动漫的热爱 当年桃园现场表示 动漫文化已成为世界强势的文创产业 因此桃园举办动漫大展 除了让更多人认识这项产业之外 也要让在地的创作者们能有被更多人看见的机会 记得综合报导